戴著口罩神情 愛妻在其有攢伏下 緩步走入會場 這是機師張志光的妻子 低著頭強人眼眶淚水 張志光在空中工作 家人長期擔心他的安危 三年前直升機差點墜毀 讓他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 沒事我們就打電話回去 躺在醫院病床上 不斷說著我沒事 2014年12月18號 張志光到彰化清洗電塔 卻碰上機械故障緊急迫降 機上兩人受得輕傷 面對鏡頭 張志光婉拒採訪 就是希望家人不要擔心 我們在空拍的時候 他的一個角度的取景 比如說這樣子 他必須要這樣子拍 然後再下來 這是呈現一個非常好的美感 張志光從軍17年 海軍航指部隊退伍後 在臨天航空工作了11年 跟齊柏林合作空拍 也超過了50個小時 是紀錄片看見台灣的大工程 熱愛飛行之外 喜愛勿農的他還經營果園 大小事全都一手包辦 四年前張志光的大女兒大學畢業 去年兩個兒子也讀完大學 驕傲穿學士服與父親合照 原本再過兩天 就是張志光的生日 他卻在自己熱愛的工作中 揮避人間 記者吳采勳 廖維林 花蓮報導